这就是北京崇尔门的1983面包房 这都是排队买拿破仑苏的 4点出炉 我3点半来 我排的第一个 一个人限购4块 排了半个小时 终于开始都来 还有无花果的草莓的 这是抹茶的 抹茶红的 我去放无花果上面 今天有草莓就算了 我先尝尝这个原味的 哇 看看里面非常的酥 而且真的不怎么油腻 然后这个奶油馅里面还夹杂着一些黄桃粒 上面还有两块大的黄桃 我觉得原味的不错 他们说这个拿破仑苏最好能买回来两个小时之内把它吃完 因为时间一尝呢 它这个派呢就不那么酥了 就容易皮 我真的吃不了 但是我今天为了给大家尝试这两块 我也喝出去 一定要把它吃了 原味的23一块 然后蓝莓的呢38一块 就是这个价钱就有点高了 这个其实原味的非常好吃了我觉得已经 还好它这块不大啊 吃完一块这个原味了 我再喝出去了 把这个蓝莓的给它尝一下 嗯 这蓝莓个儿挺大的 嗯 这块确实比那个原味的要好吃一些 但是从价钱上这一块 快买那两块了啊 那个23这个38哦 你要不说它有多特别也没有绝出来 有一股淡淡的蓝莓的香味 那个酱里面还可以 下次我要再尝一下它的榛子味和巧克力味了 你看它这一层一层的酥 非常的好吃 有机会来北京的朋友 也都来1983面包房来尝一尝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咯 我们下次再见